身穿军绿色上衣戴着口罩 面对记者提问不发一语 他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办公室的主任李文宗 因为涉及金华城弊案遭到检方约谈 稍早结果出炉李文宗遭到生涯觐见 同样遭生涯的还有他 前台北市兵衣局长朱雅虎 在金华城案多次被怀疑是传说其中的中间人 整个弊案中恐扮演着关键角色 这次遭到约谈同样也难逃生涯命运 而前主播佟仲白同样也遭到约谈 面对记者仅简短说了一句对不起 遭北检负讯后福报请回 检联27号兵分29路再度展开扩大搜索 一共约谈10名被告和6名证人 其中有8人是首度遭到传唤的被告 大多为危经集团的人工 其中也包含了法务经理陈俊元 检方才定以150万人交保 另外金华城监察人张志诚 讯后检方也以250万人交保 检人针对金华城案第二波大搜索 除了这两周积极针对多名在押被告 进行四轮的马拉松式提讯 也将要厘清金华城容积奖励的决策过程 而客问则被爆料跟沈庆兴的关系匪浅 甚至曾经在沈庆兴的招待所 逃出影员一同欢唱 而近期检方是否在传唤柯文哲的妻子 陈佩奇道案说明 后续还有待检方依照约谈结果 才能进一步决定 三新闻综合报导